天黑之后数万名聚集工人 不愿离去要求工厂负责 不能说裁员就裁员 不过工厂老板还没现身 维稳公安就迅速抵达 现场群众请注意 你们现在的行为 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制造核酸检测试剂的 中国重庆中原会及药厂6号 吴玉锦宣布裁员8000人 原本为了赶订单 说好的额外补贴也全程泡影 7号工人气到不行 包围厂区不够 还直接与镇报警方发生冲突 闹半天药厂才出面发放 1000元人民币的遣散费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 中国突然防疫打松绑 筛检事迹瞬间成废物 订单被取消 要长也崩溃 5号6号杭州的一家抗原筛检工厂 也发生同样情况 只是不少劳工最终竟遭警方逮捕 而与此同时中国卫健委官员承认 春节即将到来城乡之间人员大规模流动 急诊和重症将达高峰挑战医疗系统 其间有可能会迎来这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急诊和重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高峰 另有专家认为中国新年染疫率将达八成到九成 民众哀叹 其实早有专家说中国一系松榜清零药群体染疫 最终只是阴阳静阳因死尽死快速过风早日复工 而中国国家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则说 在进入新冠大规模流行第一波之后 将逐渐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与世界同步 来主席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 里面疫情还在乱操操 根本中国现在就是没法做了 而且他们昨天还要开国门 全部人都要棒棒出去 那同样一天就在1月8号 突然在晚间 中国的解放军 他们的东部战区翻人 又突然表示说 现在要在台湾的周边的海空域 要组织这种多兵种的联合战备警巡 跟实战化演练 说军演就军演 同一天又是开国门 又是宣布在台海周边军演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转移他们内部自己疫情的压力吗 这个主席怎么看呢 这个计划自二十几年前 说中国我就觉得是 非常不正常的国家 这共亿的统治疗是 这是新京兵嘛 用我们正常的角度 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呢 我有个朋友去 做个蚁蚓的台湘的副会长 他回来说 那中国你去看什么很进步好 大楼啊什么 不速攻楼 人都穿得爬里爬里 其实大家都不是人 这有点歧视啦 就是那个概念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嘛 好 我现在想来说 台湾看卫民 乱到这样 但是我跟你说 它在博乱 我们外面的人看得到 他们里面的自己互相 隔一个县隔一个省都不知道 这中国就用这个 控制这个八千 你就给你压死死 但是我大家 不可以欢迎喔 中国人出问题 有那个动乱 我们要特别小心 他越软越来越来越住 他会想要用那个 对外的压力 来转移焦点 所以我们台湾 电队这段不是要特别注意 嗯 尤其我们的军风啦 好 我现在要说 我们去让中国 不是空 不是空那这三年而已啦 从以前 1950年代 莫特冬 说要学习台湾 大家有印象吗 你年轻人可能不会听过 学习台湾 花海口就要用 给你台湾人台来的事 到现在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他现在最近说什么 说说 流岛不流人 国家都打过去找 你知道流岛不流人是什么意思 这一栋兜 给你烧到炒火炸 他就是要土地 人都要给你死了 这么恐怖 这么神经病的一个政府 这个共府 现在让人家每天买 我们台湾人好像 背得麻痹麻痹 现在我好像不听 国民党和民众党 你说这个嘛 民众党还留得有帝国 好 我现在要说 我们台湾实在要改变 我们的战略啦 过去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战略是不对的 我们那个战略是第三个层次 比较低的战略 就是什么 我用豆腐来比较烧炸鸡 烧炸鸡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来公业我的党 来我奉励我兵役年线 加回来一年 我朝鑫城奉励 那个黑小部队跟你台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共府已经背起来了 在我的家风 我的国家跟你修台 哎 说是台湾到台湾 就像乌克兰那样 放得拌拌拌拌 这错误的 我不赞成这个战略 战略如果要发生 第一点 第二的战略就是 你根本就没法进来 这就是以色列战略 以色列叫做刺猬战略 就是说 你飞党来 我空中就给你夾住了 空中就给你夾住了 纸纸买到海上就给你夾住了 甚至乌地下桌 以色列那个巴勒斯坦那边 那个加萨走廊 都挖地下都要挖进来 那个真主党也要挖进来 在地底下就把你炸掉了 台湾要 台湾的科技没有很差哦 以色列的科技是全世界第七 台湾是全世界第20名 不说太坏了 我们如果 向民发电 用刺 刺慧是第二等动物 最高级叫做毒蛇 独爪 你是一只老虎很大 我爪不太大 但你如果要 要把我吃到的时候 我给你捅一下你就死了 要怎么样 我从 其实在我们节目讲过 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子弹的系统 这不是你害怕 他就要把我们死了 不然你是要 你顾那么多 你顾你顾敌人的生命 你如果开始发动战争 你的长江三角洲长三角 跟你的广州那边珠三角 一边十颗就把你炸掉了 甚至我们 这是台湾现在有能力的哦 我们现在插不到那个弹头而已 台湾那云峰飞弹嘛 这两个星期前有盯出来 云峰飞弹就是巡异飞弹啊 贴着地面20公尺飞的飞弹 1500公里早就可以 打到上海去了啊 北京是上海 我们看到中国那么大 我半秒半分钟就讲完 不要看到中国那么大 大家就吓得要死 主席有提醒说 如果中国现在内部越乱 我们台湾要特别的 就是绷紧神经来应对 中国突然间在昨天深夜 昨天深夜时分才宣布 说要在台海周边军演 我们的总统府是表达严厉的谴责 可是未来这种突袭式的军演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呢 其实中国是有几个目的的啦 第一个目的 我觉得它是在跟美日叫板 你们要介入是不是 我就反区域拒止 特别是美国你要提升跟台湾的关系吗 你国防授权法吗 你甚至要这个五年一百亿嘛 还要提升跟台湾的关系嘛 我告诉你 我表达我的态度 日本你要在这个南西珠岛 你要建立130座弹药库 130座的弹药库 这也是要反制的嘛 对 因为冷战时期 它日本主要对手是苏联 那时候两大的电影 所以它盖在北海道那边居多 可是发现不能都在北海道 现在最大对手是中国嘛 所以在南西珠岛 特别是比如说冲绳 余纳国 这些靠近台湾的岛屿 它有广建弹药库 那这里面就加强了 确实我告诉你 不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啊 可能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啊 老共有打台湾 可能先打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让你美日根本没有办法来救台湾 它才好对台湾梦中桌憋嘛 所以日本也看清楚这个态势 所以中国就是我军事演习 我叫板给你看 我反介入 第二个 中国现在内部头头疼 它那个解封啊 现在这两个棒人出来嘛 全世界揣在等嘛 大家看它内部乱轰轰的嘛 他们要春运等等的 所以呢它要转移外部一些不利的焦点 我就给你弄一些军事上的演习 哦 大家就看到了 看到军事演习 转移到这些 那这个又来一个更大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你看美国智库最近讲什么 台海是风险最高的区域之一 也不止美国智库 包括欧洲一些杂志也讲 好 这个好处是什么 对中国来讲 有资金不要往有风险的地方跑 其他人想投资台湾吗 小心啊 老共动不动就在那边军事演习啊 然后大家说风险最高的地方 不敢投资台湾 让国际资金却步 乃至于我们一些供应店要回台 恐怕他都想说那我往安全的地方跑 那长期以来会不会穷了台湾内部 对不对 第四他又怎么样子 他呢凝聚内部的民族主义 对不对 让大家看 你看 我军雄壮威武啊 习近平常就来这一套嘛 用他们民族主义的感情嘛 来巩固自己嘛 那当然在巩固自己的同时 台湾内部有些里应外合力量的功 你就不要挑衅中国嘛 你一下子要这样子 最近对不对 连那个什么什么我们火山布雷 这是好的 这反而是威则中国不敢随便登陆 你随便登陆就有问题了 而且那个雷 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 那个那个地雷 它不是针对人 它是要一定重量压上去才会爆炸 是针对战车来爆炸 而且是快速就可以布雷 可以快速拆除 你要登陆我之前 我布了 我动作很快 你如果没有 OK 警报解除 我就废掉了 所以这个反而会让他们讲说 我的空降队要来嘛 我可能比较麻烦 我就被炸死了 反而你这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啊 就现在你看 国内现在开始有些人讲说 这是要害死我们吗 好 所以它一方面高压 国内就有一些 衰竞主义的声音就出来了 那对中国来讲 这简直一本万利嘛 更换我演习的话 我也可以练习自己实战化的经验 我累积经验 所以它是有多愁目的的 那因此在这边 我们了解洞悉 它的这个动机所在 那当然我们自己 怎么样跟国人来说明 怎么让国人有信心 怎么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有充分的防备 那与此同时 也真的要破解 台湾内部有所谓的疑美论 理解美国台湾 跟日本之间关系 那这一些 我们的行政当局 一定要来好好的做 因为我再说一次 今年是大选年 中国这个动作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反击 甚至我们的民族武器 它跟我们认知作战了 我也对你认知作战 是不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 我觉得这一些 都是我们要来谨慎思考的 来这个常会委员怎么看 因为上次赖清德副总统也说 不要再让有心人士 受到那种疑美论的影响了 我不但完全赞同 刚刚美美姐 义德主席这样的讲法 那台湾最重要的是 要自立自强之外 我还想提供一个小观点 来让大家看一下 过去从1996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台湾有大事 尤其是大选举的时候 中国都会发动这样的军演 甚至是军事行动 非常实际的来恫吓台湾 告诉台湾人民说 你不要忘了 我们中国是在旁边看你的 好 他们现在虽然学聪明了 不在投票之前动 但是各位 你知道这一次今天 突然大规模军演是什么时候吗 是从1月8号的凌晨 一直到整个24小时 就是吴亦农他们在投票的这一天 所以他的I'm watching you 我在监控你 这个状态还是是 好